《山东人的战斗力有多强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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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至于五四运动,拉开新民主主义革命。 这序幕,也是山东为主的劳工旅的成果。 英国人对山东人的钟爱,可不限于一战,更在香港。 自1844年开布后,港地警察贪污懒散,让英国人伤透脑筋。 尤其1922年,香港发生海员大罢工,越级警察管理不力。 被逼出奇招,他们想到了山东人。 当时,威海被属英国殖民地,英方特地从当地农民中招募一千多警员, 成立T-H-E-U-S-T-C-H-I-N-E-S-E-R-E-G-I-M-E-N-T第一华人团, 以正规军方式培训,配以来副枪、马克信机枪。 英国人也没想到,这帮山东农民远超期待。 各个严守纪律,射击精准。 指挥官甚至评价他们,大炮射击精准度高得让人不敢相信。 而且比起越级警察,族性生活那叫一个朴素,薪资要求很低。 尤其进入港岛后,擅长到庄聚的山东警员不会粤语,不受当地风气影响,体格建硕,一个进工作正前养老婆孩子,让港英政府松了一大口气。 政府欢喜喜配备卤蔡师傅,允许他们隔三差五去吃大馅水饺,缓解思乡之情。 搬在码头,就是因山东警员的乡土情愫,获得源源不断的消费市场。 尤其1949年后,败退的残余国民党军队,跑到香港成立14K,成为有名的黑社会。 但依旧干不过山东警察,见到就跑,如果被逮,只能乖乖叫,I sir,愤恨不已。 等到八、九十年代大量黑帮把持香港电影夜市,让电影里挨打的卑微小角色都说山东话,这才在荧幕上出了一口气。 即便这样,七家一人,敢绑架刘嘉宁的黑帮,也不敢惹人打华,究其原因,他老爸就是一名山东危海级警察,出于对山东警员战斗力的信赖。 回归之前,港督府、高等法院等政府核心,均由山东籍警察保护,专门应对暴动,骚乱的冲锋队,也清一色由山东警员充当,可见,东亚战斗民族称号,一点不适吹。 如今,来自威海的山东警察,已是东方之珠不可。 忽视的一股力量,演艺圈除人达华,刘凯威也是山东警察的后裔,连特首梁振英父亲,也是山东警察之一。 既然英国人都服山东人的战斗力,中国人自然更了解。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后,山东为解放军补充大量兵员,百万雄师过大疆得以迅速推进。 尤其占据国民党腹地的江浙后,高大魁梧,朴实规矩的山东兵,被留在当地驻守。 时至今日,你仍能在江浙部队里,找到大量山东血统。 建国以来,历次征兵山东人参军入伍的积极性都极高。 每批次山东人占比10%左右,全军山东人占比也是最高。 1988年,解放军第二批受险,山东级上将占比高达23.6%。 2015年,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,三军一仗被排头的一名军骑手,及两名护骑手,分别代表陆海空三军,全是山东汉子。 海防也得靠山东。 作为北方海防第一大省,清代北洋海军驻地,就在山东为海卫。 孔、魏京师。建国后,大量海军来自山东。 有人开玩笑,山东人最爱打低台构级,简直是海军军牌。 海军自造第一艘航母命名,就是山东号,更有济南、青岛、烟台、林仪、北方、滨州。 超过20艘舰艇,用山东地名命名。 最值得意说的是,当年败溃大陆的蒋介石,也带了近十万山东兵到台湾。 综艺主持人徐希蒂的奶奶就是山东人。 改革开放后,很多台企回路投资,老板是山东后代,特意优先招齐鲁老乡干活。 山东人东亚战斗民族称号真是实至名归,奉劝网上黑山东人的段子手们小心点。 这群生在孔孟之乡,人高马大的大汉们,已不再打老婆,当响马。 但如果有人质疑山东人直爽率性的好汉秉姓,东亚战斗民族,迟早在现实世界教你重新做人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